數百名僑胞守在辦公室門口 用最大熱情 歡迎總統蔡英文過境抵達 美國科羅拉多州擔佛 總統蔡英文 結束加勒比海友邦訪問 反乘過境擔佛 行程首日 舉行僑胞晚宴 受到熱烈迴響 參加人數從原本的四百人 增加到將近七百人 場面十分熱鬧 喬燕演講上 蔡總統中文 英文 臺語穿插 談論美臺關係 假消息防範 和反送中議題 面對中國在國際上的打壓 他強調堅守民主 不在壓力之下屈服 臺灣的社會有一種 有心 我現在 把民主 把民主 自由 民主 也可是將軍 臺灣的軍官 臺灣的民主 也沒有 確實 臺灣受到很大的壓力 但只要面對壓力 總統要做的事情 也有一個 就是把壓力 這是科魯拉多州首次有臺灣總統造訪 科州州長普利斯和美國參議員賈德納也出席 現在 這是我們的責任 《台灣關係法》 也就是 我們也認識了 《亞洲保證法案》 《亞洲保證法案》 也就是 《亞洲保證法案》 《民主席法案》 《民主席法案》 實驗室等頂尖科學機構交流永續發展議題